網路工作室 囉嗨! 我是Tattoo Artists 我來自香港 我九年做 Tattoo 我的Tattoo Style是幾何線條 加黑白素描的題材 我的Tattoo Style是幾何線條 我開頭紋身 可能在頭一到兩年的時候 我沒什麼做到 什麼風格的紋身都有做 其實當時我還沒找到我自己想做的風格 純粹我喜歡紋身 我想試一下幫人紋身 這樣開始 我喜歡用一些很直的線 就是一些形狀的東西 我喜歡用圓圈直線的東西 去畫一些很實的東西 其實我看紋身好像一個 穿衣服Mix and Match 我覺得有時候都不一定要穿全部黑色 或者要穿全部同一個顏色彩的東西才對的 我覺得一些粗加一些油 一些大加一些小的東西 都可以做一個挺有趣的配搭 可能平時你看到在街上有建築物 或者是一些很Vintage 因為香港有很多很Vintage的Gate 其實Gate全部上面都是一些很Organic的Lines 而且你會看到那些東西是砌得很好看 我可能有時候看到那樣東西 我會拍下一張照片 我回到去就覺得我可以抽這個部分的東西出來 我去develop一種新的東西 油線和粗線做出來的效果又不一樣 所以其實你同一個pattern 你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表達出來 其實它做的方法都可能會有100種 你為什麼要做一些設計的設計 會有一個設計的設計 為何要做我的設計 因為我為何要做的設計 因為我真的想要獨立的設計 我想要獨立的設計 我只想要獨立的設計 所以我經常在談戀愛 說我會從客戀的故事 然後我可以改善別人的故事 所以有時候線條的東西 不只是這麼簡單的一條 直線或者三角形 在紙到平面的地方看到的東西 放在身上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喜歡這個反差 令客人會覺得 原來有些東西不是我想的 所以我會把我的經驗告訴你們 如何好看 現在是2022年 我認為你必須依靠任何規定 那是你的決定 那是你的身體 別聽到別人說 這是男人的髮型 這是女人的髮型 只要你喜歡 我認為有任何問題 我認為是我誠也在狂風 我認為你的髮型 其實是一個不知道 我認為買了一個人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